这么好的市场 为啥这些房子卖不掉 二月的市场这么好 还有卖不掉的房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房子卖不掉 为啥卖不掉 您的房市出售之前 会不会也有这些错误 大家好我是一飞 欢迎回到一飞的视频号 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看看 这么好的市场 为啥这些房子卖不掉 录制这期视频花了很大功夫 如果各位朋友看完觉得有帮助 麻烦点个赞再走呗 言归正传 咱们先来看看 MLS Listing里面的记录 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 大瀑布地区12个城市 过期或者取消的房子 一共有178个 本期视频存是我个人主观分析 光看这期视频 如果有同行的朋友 希望您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从几个比较热门的城市 每一个城市挑一个房子 咱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这个房子叫价1399,000 一共列了367天 最近一次上市 在市面上挂出来184天 为什么将近一年的时间 卖不出去呢 先来看看这个房子的硬件条件 这个房子的面积在3177尺 房龄100年以上 楼上4个卧室 楼下4个卧室 一共6个带淋浴的洗手间 土地的面积是99.02乘以151.18 我们看看房子的状态 房子的外形属于复古型 比较大气 外形上看 房子在拔角 隐私性稍差 后院不够大 房子客厅里的装饰看上去比较老 窗户天棚都属于古典的造型 厨房里面的设备比较老 这种价位的房子家用电器 您怎么也要升级一下吧 台面倒是换了新的大理石台面 大落地窗比较通透 再来看看卧室 二楼卧室的地板都是新换的石木潘埃物 洗手间重新装修过 高档玻璃门的洗浴间 地下室也已经装修了 用的是地毯 新的Spotlight 这个房子整体属于新旧结合 房子重新装修过 我们先来看看周围的类似的房子 都卖到了什么样的价格 这个区域里 去年卖掉的价格都是40万上下 今年房地产红红火火 周围卖掉的房子呢 是50万左右 我们根据这些卖掉的房子 做一下价格对比来看看 目前呢 只有一个2021年卖掉的房子 其他都是2020年卖掉的房子 我们给11月份卖掉的房子 加上15万 12月份的房子加上10万 1月的房子加上5万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加加减减 像土地大小啊 新装修啊 屋顶啊 最后我们得出的大致价格是89万9 现在的市场虽然火爆 但是一个价值只有90万的房子 列出来140万还是太高了点 再加上这个地段的房价 基本为45到50万左右 我一直都跟客人说 如果想要增值好 不要买一个地区里最贵的房子 要么在价格平均的地区 买一个相似的房子 要么买贵的地区相对便宜的房子 如果您在一个平均50万的地区 买一个100万的物业 以后卖起来肯定也会比较吃力 这就好像您住在太极林 周围都是贫贫枯 除非您想体验 站在基督山上发钱的感觉 这个房子如果列到89万9 应该能几周时间就会卖掉 其实有很多客人会说 我不着急慢慢卖卖到理想的价格在出手 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listing列出来 前一周一定是价格最高的值 按照现在的市场热度 如果两周您的房子还没有卖掉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咱们变换一下身份 如果您现在是一个买家 看到现在市场上有一两个月 还没有卖掉的房子 这时候您还会出高价来购买吗 我们再来看看大瀑布这个地区 我们挑一个物业 这个房子叫价55万9千8 上市一共184天 最近一次上市挂了92天 1月32卧期 这个房子是2075尺 房子是55到99年 楼上有三个卧室 地下室没有装修 有一个带淋浴的洗手间 三个powder room 土地面积是50乘以115 再来看看房子里面 什么 只有一个照片 这啥对比啊 啊 我很讨厌这种只放一张照片的listing 你说我带客人过去看房吧 里面不好 显得我的这个地区不专业 不带客人去吧 显得我不为客人着想 真是让我进退两来 我真搞不懂 为啥有人只放一张照片 哪怕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放上也行啊 难道你心疼手机的电量吗 再来看看列这个房子的经济 哦 原来是多伦多的同行啊 我突然理解了 他们来这里列房子也挺麻烦的 毕竟远嘛 我看过不少listing是多伦多经济过来列的 有的客人之前让我看过房 做完评估了价格 最后还是找了多伦多的经济帮忙列的房子 说是经济费收的少 爸爸 这个什么人 沙都这么大的拳头啊 见过没有 不要被我出手啦 我顶你上来自己都害怕啊 如果您就是想要这种连图片都懒得多放几张的listing 您给我1%的经济费 我也愿意干 而且这种活越多越好 图片这种问题当然难不倒我 我们找找之前的listing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看这个房子的描述 内部应该从买回来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意 果然有效果 之前的listing是有照片的 看上去房子还不错哦 地下室没有装修 整体房子状态还可以 为什么卖不掉呢 难道是这个房子价格过高了吗 我们先来做个价格比较 又让我看到只有一张正面的图片 我看过不少listing是多伦多经济过来列房子 也有很多客人之前让我看过房子 最后还是找多伦多的经济列房子 说是经济费收的少 为了体现我的专业 我还是根据之前的图片 给这个房子做了一个价格评估 55万9 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房子没有结构问题 没有硬伤的话 那么这个锅只能丢给图片不够充分上了 这个地区本身属于旅游区 购买这里的房子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多伦多过来做投资的 住在本地的人 在这个地区里买房的人不多 不对是几乎没有 而且客人看这里的房子 基本都是在网上看好 然后直接给listing agent 或者找相熟的多伦多经济 直接过来看房 不是扑扑本地的经济师 不能查到之前的listing 当然也看不到之前的图片 如果当客人在网上找房子的时候 图片不够 基本会直接pass掉 3D扫描你不做 我也能理解你是为了节省一些成本 至少图片您多放几个吧 让有意向的客人能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房子的内部结构 时间对谁都是宝贵的 谁也不想白跑一趟事工 你放一张照片想钓鱼 让更多的人产生美好的幻想 嘿嘿 现在的鱼都聪明的呢 不咬你的钩啦 来让我们看下一个 Nagorand Lake的热门程度 不如瀑布和Saint Catherine 但是这里属于大瀑布地区的室外桃源 Nagorand Lake的平均房价 是瀑布最高的地区之一 跟Front Hill一起成了南地北岸 瀑布一南一北 两大人神 我之前一直感觉 这两个地区的存在 是为了提升瀑布地区整体颜值 我不对是提升整体价格的 我们小心的挑一个价格 相对便宜的物业来看看 这个房子叫价87万9 上市一共122天 1月9号过期 1085尺 房子年份已经在100年以上 楼上两个卧室 地下室有一个卧室 一共有三个带淋漪的洗手间 地下室完全装修 土地面积是78.02×100.19 再来看看房子里面 一楼是实木地板 厨房产生富士台面 技术升级 不锈钢加用电器 从图片上来看 出售之前 房子和地产经纪 已经是经过仔细收拾过的 房子的状态也还不错 房子看上去没有staging 是平时业住居住时候的状态 房子状态非常好 为什么没有卖掉 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价格过高了 King Street目前没有出售的物业 我们根据同一个地区 面积差不多 都是bungalow的房子来做同等类比 做完价格评估 我们可以看出 就算是根据今年2月份 售出的房子做对比 这个屋页的实际价值 还是在79.5万 去年9月份 这个房子列出来的价格 就是87.9万 What the fuck 其实你要是让我细条 毛病还有很多 房子圣边的照片 你就不能好好照一个吗 后院就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多大吗 这张The Store是什么意思 跟买家有什么关系吗 1840年 你不知道中国人很讨厌这个年份吗 那一年 Listing 要的是好看 我们各位买房的客人都是很单纯的 很专一的 就是喜欢便宜和漂亮的房子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百里挑衣 我们买房看的就是皮囊 不是看你的灵魂 好 下一个 我们来看看St.Catherine的过期物业 这个房子叫价48万5 上市一共151天2月19号过期 房子面积1215尺 房子年份50到99年 楼上有三个卧室 地下室部分装修 一共两个在淋浴的洗手间 土地面积61.38乘以113 还带一个单车库 有双停车位 还有分门输入 典型的帮个楼非常具有代表性 房子的价格48万5 为啥卖不掉 我也很困惑啊 难道是房子里面实在太差了 我们先来看看 一楼 老的实木地板 厨房采用富士的台面 基本的升级 简单的白色家用电器 房子看上去还比较规整 难道是地段不好吗 房子的地段也不错呀 周围是Foodbasic超市 Home Depot Fairwell Mall 难道又是一个估价过高的物业 我们再来评估一下 分析之后 这个物业的价格应该可以卖到60万左右 为什么标价48万5还没卖出去 难道是为了抢offer 但这个房子看上去 不像是为了标低价抢offer的样子 2020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出售了 标的价格是48万5 33天就下价了 然后马上挂出来还是48万5 如果是因为没卖到理想的价格 那么第二次列出来 肯定也要提价格了 既然不是价格的问题 甚至价格列的比市场的价格还低很多 为什么还卖不出去呢 这个我分析啊 房子可能是列的时间太长了 市场上的买家可能觉得 这个房子这么长时间还没卖到 是不是有问题啊 所以现在问的人也就少了 从卫星图上来看 这块土地不是中规中矩的四方形 而且Calton Street也是一条比较繁忙的街道 回头再来看看里面的照片 这些照片并没有体现房子的实际价值 感觉采光并不是很好 现在这个房子又重新列出来了 而且换了地产经济 这些房子照片经过了重新拍摄 使用了广角镜头 房子显得更亮 图片拍得更好 希望业主这次能卖出一个理想的价格 那我就跟他睡 还威胁我 你看他现在还有真能力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Sorrow的一个物业 这个房子叫价44万9 去年11月28号列出来 2月28号过期 一共上市了80天 还没卖出去吗 3230次 房间也是51到99年 楼上有5个卧室 底下是没有装修 有一个带淋浴的洗手间 土地的面积是87×173.5尺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listing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房子里面的照片 又是只有外面的图片 没有内部的图片 这个房子看着眼熟哦 看一下历史记录 这个房子我之前也列过 来看看房子里面的图片 这简直就是一个灾难现场嘛 现在的业主是把这个房子来当仓库用的 当时这个房子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就跟房主说 咱们卖掉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你要清干净啊 那什么 很大呀 你这种状态人家为啥不买个仓库啊 肯定卖不出好价格啊 去年我列这个房子的时候是4月份 当时上市一共是65天 我们当时标的价格是32万9 期间我们曾经收到过32万的offer 不过业主觉得价格还是低了 没有签字 今年重新又列出来了 价格是44万9 其实按照这个价格来看的话 卖掉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呢对这个房子我也就不用做评估报告了 但是如果里面还是像我之前卖的那种状态 卖出去会比较困难 可能有朋友会说了 这里是不是很偏啊 不存在的 我们看看周围 周围的房子的房龄都跟这个差不多 也都是60万以上卖出去的 而且还都是抢offer抢上来 所以这里也不存在客人不认可地区的问题 就是房子里面的状态 给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房子的价值 我是你个乖 我们这期节目总结了瀑布12个城市里 几个热门城市过期的物业 都比较具有代表性 其实卖不出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物业的标价过高 虽然现在市场火爆 但是也不是您随心手意标个价格 就能卖出去的 在出售之前 应该跟您附近最近卖掉的物业做一个比较 人家的房子哪里比我们的好 我们的哪里比别人的强 其实都应该做一些加减法 最终算出来自己的物业价格在哪个区间 我之前的节目里曾经说过 房子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 并不是我们卖家说多少钱 或者买家出多少钱就能卖掉 或者买家就能买到的 你目前的市场 您宁可标的价格相对低一些 让买家把价格巧上来 也别挂着价格过高 赶走一些本身对您这个物业非常感兴趣的买家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就是房子在网上呈现出来的状态 我这里指的是图片 video 三地扫描等等在网上看到您房子的媒体的展示效果 有时并不是您房子有什么问题 现在这种科技时代 买家在看房之前99%都是先在网上搜索照片看的 如果房子的照片不能提起买家的兴趣 我想看房的客人就会少很多 您房子的实际状况是一回事 但是买家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要先把客人吸引过来 看的人越多 肯定找到这个人的希望就越大 第三个因素 我在上面的案例里没有举例 但是也是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状况 就是房子里面有租客 买家肯定是希望他们接手回来的物业是空置状态 如果有租客的话 就算买回来 房子也还不是他自己的 也不能随意进出 而且有了租客就会限制买家看房 买房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消费 客人喜欢一个房子需要很多理由 但是不喜欢一个房子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我们地产经济在列房子之前做的所有的细节工作 都是减少买家的这一个理由 如果有客人是从多伦多或者别的城市过来看房子 只能今天看几个房子 预约之后您的房子不能看 这样就会减少很多潜在的买家 咱们地产经济肯定不能强迫客人去买房 虽然房子只能卖给一个买家 但是越多的人看房就会有越多的潜在买家 越多的潜在买家就会有更多的offer 更多的offer也就意味着您的物业价格能抬得越高不是吗 还有些客人是因为舍不得这一个月的租金 还是希望带着租客卖房 EFJ在这里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根据我卖房的经验 一个带租客的房子和不带租客的房子 价格可能会相差五万块钱以上 就算您赔偿租客一个月的租金 我想最多也就是两千块钱上下 但是您损失的可能是上万块钱的差价 良好的房子状态 宽松的看房时间 都是能吸引更多买家的因素 咱们在卖房的时候 千万不要顾此失彼 总结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想了解您的房子 目前能卖多少钱 如果您想了解您的房子 目前能卖多少钱 咱们不妨聊聊天 将您的钱和时间都花在刀刃上 让您的物业达到最大的价值 EFJ这里希望每一个业主 今年都能把房子 卖到自己心里理想的价位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